用它的利益来进行冲销 这是它的成本中的一部分 如果说利益不够 那对不起 动用自己的自由资金一块钱来赔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侵犯储户的利益 那么如果说你赔的多了 不能代款多了 你拿了你自由资金去赔 那么股东马上就应该注入 自有资金来注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是房地产爆末 首先爆费 房价一跌 那么很多人摩根基付不出来了 它没finance抬得很高了 现在没有了 摩根基付不了怎么办 那么这银行就把它拿走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就必然上升 它贷款出去了回不来 首先呢就消失掉银行的利益 当然它知道银行的利益并不是太高 数字很大 但利益率并不是特别高 那么这样就要赔了 那么自有资金呢 能不能够赔 就看不良贷款来得有多猛 来得有多大 银行呢就必须要注资 才能保证呢自己的信用 那么现在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一下就危机 把美国和加拿大搞得这么唱着 这是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本来是好事儿啊 银行大家刚才看那个图啊 这个钱存进了 假定说付的利息是2% 带出去利息6% 银行中间正4% 这是银行的利润的来源 可是你有15%的钱放在家里头 不能动 不能带出去 这15%呢 就是负贷 你得付2%的利息给你的存护 可是它不创造任何残酷 对不对 所以呢 各家银行就千方百计 来降低这个准备金 准备金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 那么金融学家 银行家 反复的研究 用大量的数据来分析 如果我有15% 95%以下的情况 我不出现 没问题 我都有钱 那么请问有钱的时候 你们就浪费了吗 如果今天我还剩了100万 当然没有人提计 那这100万 不就是一点价值不创造吗 那么我想想 降到10%行不行吧 如果降到10% 我有5%的可能性 会资金短缺 我宁可花钱去找人家借 我再借 也比我留着那么大的资金 不动它 要动它算 找谁借呢 银行跟银行借 最后呢 大家就发现 每家银行都有可能 突然遇到大量的提款 都有可能没有提款 所以大家形成一个铺 把钱都放进去 谁缺呢 就从这拿 谁有多呢 就自动把数字打进去 所以这样就可以 大大降低 你的reservation rate 从15% 涨到7%几 那么赚钱了吗 我只要7%几 一旦有问题 那overnight law interbank law 我就借 没有样支付 明天我有钱了 我脱回 明天有人来存款了吗 可能存得多了 我有补回 这么一弄 北美的银行的利润率 远远超过中国 他很好 他印度很好 但是 谁都没料到 现在 大量不良贷款 一出现之后 银行就有大问题了 是什么呢 这个铺没的 蛮好的一个水库 一向见底了 大家都说我没钱多 你想到铺里去拿钱 没有钱 怎么办 你如果要不被人家告到法庭 你就必须把你的存款准备金 从7%几 拉到10% 否则有一天 人家找你要钱 拿不出来 你就借不着钱 你就死定 这个窟窿 太大 他把整个原来的 很好的一个系统 搞那个 这个financial innovation 建立一个系统的摧毁 那么大家要各保自身 弥补上过河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必须要大量的来吸收资金 所以呢 他们必须要尽快的 把自己手里准备足够的钱 来 第一 要应付有人提款 第二 要注入资金 修复清偿性 那么短期之内 要这么多钱拿回来 所以就第一个银行 不得不急剧的收缩业务 尽量收回贷款 是吧 这样的低下 只要谁欠我的账 到期了 我就一定要把它收回来 那么银行流动性 一向就萎缩掉了 银行为了自己生存 就不得不紧缩产业部门的流动资金贷款 你想贷款我没钱 到别家银行 别家银行